最近有位心灵手巧的同学买了各种配件 自行组装了一架FPV穿越机 结果是非发现穿越机总是时不时抽风抖动 有时是下落中习讲乱抖 有时是翻滚中偶发抽动 又或者飞得好好的 动作突然比遥控指令迟滞半拍 这些抽风现象令该同学十分困惑 因此我打算抽空分析一下原因 下好前些天下班顺路送某同事回家时 发现这个二十多年的老司机坐我的车竟然晕车贪软 让我颇为震惊并突发奇想 好端端的穿越机抽风抖动 而好端端的老司机眩晕贪软 二者看起来似乎存在相似之处 因此还是先研究一下穿越机 由于这种飞行器静不稳定 必须靠飞控协调四个马达的出力才能保持平衡 而飞控通过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感知姿态变化 并接收遥控指令 然后解算出电条控制信号 以驱动马达达到合适转速 因此穿越机抽风说明 是飞控向电条发出了抽风的控制信号 导致马达转速抽动 而源头则是陀螺仪向飞控传送了马达的震动噪声 所以马达震动被陀螺仪感知 并将信号传给飞控 就会生成抽风的电条信号 导致马达转速抽动加剧 于是形成正反馈 那么解决方法就是用RPM滤波器 将陀螺仪采集的电机震动噪声剔除 这样就阻断了飞控收到噪声信号 使电机不再抽动 从而显著改善穿越机的操纵性和稳定性 再看旁边这个晕车者 科学的说法是出现了晕动症 解决方法则是乘车前15到30分钟 服用滑速制药的新一代晕车药 飞赛勒 如果有人说这是广告 我只能说惯性思维要不得呀 因为用飞赛勒解决它的晕动症 原理其实和RPM滤波器解决穿越机抽风 大差不差 如图所示 这个晕得天旋地转的人 看起来其实很像旁边的穿越机 因为打开头部整流罩会发现 它的大脑就是飞控 相应的 耳朵里这套由三个半规管和球囊 椭圆囊所构成的前停墨烧感受器 就是采集运动信号的陀螺仪 其中椭圆囊和球囊的囊斑 用来感知空间三轴方向的直线运动 而三个半规管的毛细胞 则用于感知绕着三轴的旋转运动 那么这架穿越老司机 他平时自己开车时 由于大脑所接收到的视觉 听觉和触觉等运动信息 和前停墨烧感受器传来的运动信号 总是对称的 因而并不会晕车 可是当他坐在别人的车上 自己不进行任何操作 就会造成大脑通过视觉 听觉触觉等传感器 获得的运动信息减少 于是和前停感受器传来的信息不对称 这就导致作为陀螺仪的前停器官 向大脑这个飞控输入了噪声 同样会引起大脑解算错乱 而输出抽风信号 于是出现了运动症 而菲赛勒之所以能预防晕车 就是因为他阻断了这些噪声 研究起效机里发现 由于晕车者的前停感受器 所传送的运动信号 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形成了刺激 导致一种名为乙仙胆碱的化学物质 被释放出来 而乙仙胆碱又会对脑内的MN受体 产生激动作用 使人出现运动症 所以菲赛勒这款新型中枢抗胆碱药 就像穿越机飞控的滤波器一样 在脑内毒张碱受体和烟碱受体位置上 对乙仙胆碱起到组织作用 导致MN受体的激动作用被阻断 从而预防了运动症 可见菲赛勒通过组织前停器官 向脑部传递刺激信号 来预防运动症的方法 其实和滤波器 剔除掉陀罗仪向飞控传送的噪声信号 来消除抽风抖动的方法 如出一辙 并且效果都同样显著